在这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只掌握一门技能往往跟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 甚至在工作、学业上也会担心比不上其他的同事或者是同侪 因此自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培养的技能 不过大家平时上班上课之后就很疲惫了 还得保留娱乐时间 这就让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培养第二技能或者拓展兴趣变得相当重要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实习回家后都会如何安排额外的自学计划 开始自学之前的第一药物就是要防止外界的干扰 通常我会使用平板来进行自学 这是我平常使用的Galaxy Tab Astro Plus 它轻便好攜带的特性让我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学习 但用平板学习最怕的就是一打开就忍不住开始看剧或者刷社交媒体 所以我都会打开系统里的模式 这样就可以限制能够使用的APP 不在白名单里面的APP会自动黑掉 也不会有通知打扰 开始寻找课程或者是规划课程进度之前 我们要先搞清楚自学的目的是什么 了解了这个核心的理念之后呢 我们再去思考具体应该要做什么 以及应该要怎么做 这样子不但可以避免努力错方向 事后也比较不容易半途而废 我通常会使用Samsung Notes来厘清我的思绪 我个人最喜欢使用里面的方格纸 不过它还有很多种其他模板可以选择 我会开一个空白笔记本 把想学什么 以及为什么想学这项技能 未来想达到什么目标 这几点先写出来 这个过程中可以协助我厘清思绪 确认这件事情是我发自内心想要完成的 而不是因为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才去做 这一点对于接触大量他人价值观的现代人来说特别重要 确立了学习的目标后 接下来就可以来规划进度了 自学时我最常使用的APP是Udemy 上面的课程常常打骨折架 想要用甜甜架购入课程的朋友们可以上去蹲守 通常我会打开课程大纲 并在另一边由Doc上滑双开Samsung Notes 把学习重点、大纲以及每个小单元有多少作业抄写下来 注意到课程后面都会有预估时间 可以根据这些预估时间来安排一天要学习哪些单元 这时我会在家开一个日历APP检视我的行程规划 拖着上面的蓝色横杠拉视窗 就可以调整到比较合适的位置 我会扣掉吃饭、睡觉以及当日行程耗费的时间 算出一天大概有多少空档能用来学习 开了三个多重视窗的话 单一画面通常都会比较小 这时候我就会打开简易书写板 它让我可以不用在特别放大页面的情况下 也能轻松快速的书写 接着我会像这样把预计好要做的事 就是一条一条列出来并计算时间 假设今天算出来之后 大概可以学习一小时 那么根据课程的预估时间 就可以把上课的进度安排到这里 大家记得在安排进度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口气逼自己太近 不然很容易就会因为做不到 很快就放弃啰 为了降低学习阻力 我通常会把学习APP搭配保存到Dark栏 按工具列的话就可以直接保存啰 这样子一打开平板就可以马上开始学习 可以有效降低分心的几率 实际学习时 我会同时打开自学的APP以及笔记APP 透过多重视窗的方式 一边读书一边进行笔记记录 拿最近在上的机器学习课程做举例 我通常会一边开用来上网课的APPUdemy 另一边开Samsung Notes 上课的过程中就可以一边把重要的资讯 整理成课堂笔记 为了提高做笔记的效率 我会把常用的笔刷组合点选星星 保存到常用笔刷 常用笔刷也可以打开在侧边栏 为不同重点切换不同的笔刷更方便 这里也分享一下我爱用的笔刷跟配色 通常我的笔记不会使用超过三种配色 一般来说都是重点会使用红色 主要用来写笔记的颜色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使用咖啡色的 上课笔记难免会写的比较快 有时候写潦草了会变得歪歪扭扭的 这时候我就会使用Samsung Notes里面的套索工具 把文字拉直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记下重点 但是后续整理的时候又不会太麻烦 当我有时候看不懂专有名词 直接用平板的搜寻圈功能把它圈起来 就可以查到定义了 课堂上如果出现我没看过的老师 也可以直接搭配S Pen 使用集圈集搜就可以找到他是谁 省到用浏览器查询的时间超方便 除了上课笔记外 不免需要记录一些专有名词的定义 这时我会加开一个浏览器的视窗 反白需要的文字 并且把这一段选取起来的文字脱拽到笔记里 超级快速方便 根据爱宾豪斯遗忘曲线 一堂课在只上过一次 并且没有经历过任何复习的情况下 过了一天之后 我们所记得的内容可能都不到40%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读完书之后 每间隔一段时间就进行复习 就会变成是我们掌握知识点的重要关键之一 建议大家可以至少在学习完的隔天 安排一个时段复习 比方说这周的上课时间是1、3、5 那么复习的时段就可以安排在2、4、6 最后再找一天 把该周学习的内容再复习一遍 我个人会安排在周日 针对不同的活动 我会使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 比方说学习日就是红色 复习日就是粉色 这样子就可以在打开日历的时候 一目了然今天有什么样的任务 比起重新阅读一次教材或笔记 只凭借印象墨背或者墨写会更有效果 我通常会在笔记本里面直接新增绘图 这样就可以直接针对该章节的知识点进行墨写墨背 透过主动回想 知识会更牢固的被我们记住 这就相当于是在正式考试之前先测试自己一遍 看自己是否有理解跟记忆注这些学习的内容 把这些写下的关键字与原本的笔记对答案 写错的或者没有写出来的就是记忆的薄弱点 可以标注起来以后复习 今天我们简单的分享了一下自学的方法 下面快速的来帮大家进行一些总结 首先我们需要先排除外界干扰 接着确立学习动机 再来按照空闲时间来规划学习进度 学习时不要忘记随手把重点记下 并且要安排复习的时段 在学习之后以主动回想的方式来复习学习到的知识点 看完这次的影片之后 大家也可以考虑跟我一样准备一台Galaxy Tab Astro Plus来帮助学习哦 这次我也有制作方便大家规划课程进度跟写课程笔记的模板 看完影片之后可以到我的IG精选限动去下载 那希望这次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 下次见咯 拜拜